今早AT个股推价是港交所388 简选原因是香港证券市场7至9月 日均成交额分别是1086亿、924亿和929亿 港交所业务收入主要来自证券产品交易费 交易系统使用费和上市费用等等 盈利水平和港股成交相关度高 港股近期成交大约是900亿 港交所股价合理直股算 参考高盛的资料 假设大使日均成交900亿 预测PE31倍 港交所股价合理值240元 预测PE33倍合理值255元 港交所现价268.4 距离高性级合理价仍有下跌空间 港交所10月19日公布第三季业绩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第二季盈利24亿 按年减少26% 收入45亿 按年减少16% 全年计纳今年盈利预料会减少17%至104亿 明年会回升23% 港交所昨天收报268.4 跌超过1% 技术走势上 港交所跌至2018年1月至2020年2月 横行区间顶大约260元水平 跌穿将下望横行区底大约200元水平 参考高性级与港交所合理值 继续有下跌空间 捞底不宜急 现在策略适宜先观望 电影 电影 数大约横行区盐